李恩荣市长,大家好,我是李恩荣,大家好,好的,今年真是有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,我在听取Global Insight,感受到,爱多米真的很了不起,因为我们以危机转换为机遇, 那么今年呢,改变了我们整个框架,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,那么今天呢,我不是给大家介绍详细的产品计划,而是大概的,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的整个新产品计划,好的,2020年, 我们迎来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肺炎,现在经济的整个逻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我们的疫情结束之后也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事件, 那么疫情呢,会一直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,那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受到的影响,那么我们之前也非常注重便利性和优质化, 现在我们更追求优质化,很多人都想家里做所有的事情,一直在家里,是不是啊,所以大家想改变家里的环境, 别的销售我下降了,但是呢,现在装饰品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之前呢,我们一直在做个人护理,在家里呢,很多人管理自己的皮肤, 然后个人护理等等,那现在更注重安全性,很多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安全性, 从2018年开始,我们讨论有关安全内容的时候呢,现在疫情让我们更加注重安全性, 那么最近呢,一直在追求我们一个生涯的价值,在人的一辈子当中,能够见到什么样的产品,什么样的品牌, 也就是说,我们会提供给所有年龄段的消费者的很多产品, 我们一直强调一定要尊重对方的个人爱好,是吧,所以我们针对每个人准备很多种类的产品, 比如说,我们有爱多美用项目,就是年轻人项目,也经常说2030项目, 我们主要是针对20多岁,30多岁消费者的这种产品,也是我们今后要推出的产品, 我们要给年轻人宣传爱多美,那不仅如此呢,我们之前也有过, 就是婴儿,婴幼儿产品呢,也会加大生产, 那我们的主打产品,也有很多,大家知道的, 因为现在我们的要求越来越细了, 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条件,我们将这个产品呢,更加细分化, 最重要的呢,就是我们的全球增长, 我们之前,出上市的很多产品,不是针对全球市场的, 那么之后呢,我们也会做什么,清真认证啊,等等, 要针对全球各地,让是新的产品, 现在是超个人化时代, 之前呢,我们会告诉大家,你喜欢什么就可以用什么, 那么现在呢,我们会给大家, 推荐符合大家,兴趣爱好的,个人喜好的产品, 也就是说,Afit服务, 比如说,可以给大家推荐, 大家喜欢的时尚,或者是大家喜欢的口红啊, 或者是护肤产品, 可以通过APP来选择, 针对我自己的产品, 通过输入我自己喜欢的东西, 然后可以选出我自己喜欢的产品, 还有呢, 很多人都想参与到研究开发当中,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, 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我们的消费者, 为此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把握好他们的所需, 然后给年轻人提供他们喜欢的产品, 那,这是公平的, 有关公平的内容, 那么疫情发生之后呢, 很多人都说, 透明性非常重要, 一定要告诉消费者是使用了什么样的, 含有什么样的材料, 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流通渠道而流通的, 我们之前做的也非常好, 那么之后呢, 我们要更好地把这些内容公布出去, 更加透明化, 那么接下来呢, 是我们所拥有的产品, 有关, 就比如说, 我们有Clean Beauty, 我们要有明确的爱多美的指南, 很多人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计划看出, 我们有这样透明的工程提供这样的产品, 当然环保非常重要,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公平公正和透明性没有关系, 和环保没有关系, 但是呢, 环保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必不可少的部分, 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环保项目, 不仅仅是包装, 在制造产品的工程当中, 我们一定要注重环保这一话题, 那么接下来呢, 就是我们所拥有的, 现在我们拥有的有关计划, 比如说我们的有关健康产品, 以及护肤产品, 我们已经成为了, 我们已经占据一定的市场, 在两年, 两年, 三年之内, 我们要成为Market Setter, 那我们有一段增长的时间之后呢, 我们会成为引领整个市场的角色, 那么时尚也是如此, 我们通过A-Fit等这种项目, 我们会加快细分化工艺, 我们会, 我们首先要实现增长, 然后我们会引领市场, 那么家电产品呢, 我们也经常上市的产品, 也其中有很多家电, 今后也会成为阿多美的主打产品, 现在只是追随手,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, 我们也会成为占据主导位置的企业, 那么今后呢, 大家会购买更多的家电, 那这部分呢, 这是我们的摘要, 就是主要订定30%以上应该是我们新上市的产品, 总个产品当中30%应该是我们的新上市的产品, 最起码是30%, 新上市或者是要升级, 这是我们从两年前开始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的, 那么今后也要持续推进这一目的, 那么我们将木框放在两年后, 然后会开发更多的产品, 我们还有很多家电食品, 然后全球产品, 这些都是我们要注重研发的产品, 就像我们的保健食品一样, 会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, 好的, 那么接下来呢, 就是食品, 这是保健食品, 那这些保健食品呢, 我们所拥有的保健食品, 还是比较多的, 那么我们要发掘出更好的, 能够受到更多人青睐的产品, 我们也会开发, 我们可以成为独家企业的这种产品, 不仅在公司内部, 我们也会跟其他的顾问, 就是公司外部的顾问一起开发新的保健食品, 就像我们的蜂蜜银那样, 我们会发掘更多的爱多美的畅销产品, 那么之前是一个产品, 那么我们要成为一个, 制作一个产品群, 那在全球范围提供的这些保健食品呢, 我们不是单纯的采购, 而是跟韩国和其他国家一起进行研发, 可以去上补短, 那详细产品呢, 我们可以看到诺尼果, 以及荔枝提取物等等, 我们这是长期项目, 大概四年到五年, 除了这些产品之外, 还会开发出更多的益生菌呢, 或者是牙膏等等, 那么在全球开发的这些产品呢, 在全球各地可以购买到, 那么还有这些化妆品, 疫情发生之后, 我们的这些化妆品呢,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, 但是疫情结束之后, 这些领域会实现巨大的增长, 我们的主要对象会成为东南亚地区, 现在我们进去的很多国家, 更注重彩妆, 而不是一般的护肤产品, 所以我们会集中精力地去开发彩妆产品, 那卸妆等等产品也是, 我们拥有我们的高技术, 会提高爱多美产品的质量, 比如说东南亚呢, 他们比较注重美白, 以及补水等等成分, 今年也会集中开发这一领域, 现在我一直在涂抹很多产品, 那么我们也会上市很多可以在家护理的美容仪等等, 那这些彩妆呢, 我们上半年会上市70多种的彩妆产品, 那么疫情结束的话呢, 如果结束得快的话呢, 我们主要会在春天上市, 结束得比较晚的话呢, 会在秋天上市, 我们会按照国家文化皮肤颜色等等, 会在全球各地同时上市不同的彩妆产品, 还有就是居家产品, 那居家产品是我们现在集中开发的, 研发的产品, 比如说没有防过敏等等产品, 这疫情在居家产品当中起到了比较积极的影响, 所以大家更加注重安全性, 比如说我们有菜道啊, 然后等等, 在厨房使用的这些产品也是都是环保产品, 可以给大家传达爱多美的社会价值, 那么这是家电产品, 很多人都期待了这些爱多美家电吧, 比如说我们有电磁炉, 还有拉制器啊, 吹风机, 还有净水器等等, 同时我们通过开发技术, 会开发爱多美的很多技术, 那时尚呢, 我们终于开始生产我们的外套, 不是内衣,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AP技术, 我们可以通过增强技术, 我们可以通过增强技术测量大家的身体尺寸, 然后可以给大家提供符合大家身材的衣服,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在爱多美可以购买定身量制的衣服, 而不是一般销售的产品, 那请大家记住我们之后, 我们还会生产更多的内衣和外衣, 外套等等, 会按照每个季节上市不同的产品, 那2021年我们会开发平台, 也要收集数据等等, 一直到2022年, 我们会准备属于爱多美自己的时尚平台, 那么最重要的是A-Young项目, 就是为了年轻人一代的项目, 我们主要的消费对象就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, 然后还有是2000年出生的, 80后和00后, 占据全韩国人口的33%, 但是在韩国, 韩国是老龄化时代嘛, 所以我们按照全球范围内看, 这个80后的00后会占据33%以上吧, 之前说年轻人一代和老龄一代的流行是不一样的, 但是现在不是, 我们现在是一起消费, 重视环保, 也要集中, 然后消费的时候也会想到, 我的消费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, 但与此同时, 很多人都为了自己会去进行消费, 而不是一味的节省, 韩国有一句话, 做DingTem就是非常好的产品, 我们会给20多岁30多岁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, 好的, 我们产品当中有很多, 比如说非常时尚的产品, 也会注重社会问题以及环保问题等等, 而且我们生产的这些护肤产品、化妆品、保健食品等等, 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产品, 但是有很多产品是没有上市的, 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啊, 或者是瘦身衣服啊等等, 这些产品呢不仅仅是一般的产品, 我们还会对各不同年龄段提供不同的产品, 现在我们追求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面貌等等, 也很多人现在注重生产过程, 工艺过程等等, 我们会公开这些所有的信息, 注重透明性, 我说的有点快, 是吧, 因为我们要说明整个产品的内容, 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发现明年要上市150多种产品, 就像我们会所说的那样,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上市10万个以上的产品, 我们2021年会更加努力的,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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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